27,耶稣这些说话也有深度的律法指责 但是他很多说话是因脸推动的 譬如说,马弟兄是摩利的,难免地狱的火 动淫念,就已经是犯奸淫了 还有爱受的 耶稣,路加三章17节,他手里拿着波基 要阳静他的墙,将那些康用不灭的火烧尽,墨子就收在仓里 这里有恩典有律法的,恩典就是墨子会收在仓里,就是神储存,体重的 然后那些不听话的,就有不灭的火 也都耶稣警告那些不听不悔改的人 你们将来比索多玛、俄、摩拉更加难受 还有人所说的闲话,句句都要供出来 这个都是指出人的说话 证明他真的是不是和神有关系 诺加十三章1到5节,这里都是一个很强烈的警告 就是西罗亚楼 倒塌死了18个人 是不是那些人更加有罪呢? 不是,如果我们 不悔改,都是要这样灭亡的 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 今年且留着 如果他周围挖开土,加上睡 如果结果子就变白了,不是,就将他斩了 再说一句 法利创仁和瑟利的祷告就是 法利创仁好像做了很多好事 但是在神眼中并不是宜的 并不是公义的 法利创仁, girlfriends,兄妹 但大家欢迎认证明还 你能看到 三个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